着迷彩祖方队 中国蓝魁首次亮相国庆大阅兵 披荆斩浪 向海图墙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 我们是用生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 只要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 我们都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审美任务 护航行动彰显大国实力 大舰下水打造中国速度 感谢祖国 作为军人 你看到这种的时候 不愧我是一个中国军人 这种自豪感 这种荣誉感 这种责任感 那个时候是让我 甚至现在我都想 又流泪地给冲动 国际连眼联训 承办国际赛事 中国军队阔步走出去 中国蓝魁如何实现最美逆行 中国海军护航经历哪些惊险时刻 中国军队怎样挑起大国担当 防务型观察特邀专家为您呈现 国庆7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国庆节快乐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统 不过我觉得今天 所有的观众都有权利 当我们防务新观察 这一期节目的导演 为什么 毫无疑问 今天神州上下都在观察 关注一件事情 那就是盛大的国庆阅兵 不过我们节目 依然要保持我们一贯的风格 那就是冷静观察 我们这期节目 将会通过盛大的仪式 和您在回味品味的同时 来解读仪式背后的意义和故事 比如我们来放大第一张图片 中国兰魁维和部队 首次参加我们的阅兵仪式 可是您知道吗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派出 维和力量最多的国家 您知道我们国家 维和历史有多长吗 已经29年了 您知道截止到2018年年底 中国派出了多少维和官兵吗 数量是39,900人 这就是仪式背后的意义和故事 我们再来放大第二张 您知道吗 今年同样也是我们人民海军 成立70周年 您知道我们执行的 海外护航的历史有多久了吗 已经进入到了第11个年头 我们再来放大第三张图 还有一种特殊的阅兵仪式 我们中国军队 中国军人出色地在完成 那就是每一年的联合演习 和国际军事比赛 这些都是盛大的阅兵 今天我们就邀请您 跟我们一起 在回味国际阅兵的同时 来品味阅兵背后的意义和故事 二位专家国际节快乐 让我们欢迎军事问题专家 李丽女士 欢迎您 你好 让我们欢迎军事问题专家 李亚强先生 欢迎您 首先请教李丽女士 这次中国兰窥参加阅兵仪式的意义 我觉得是让这一支 长期实际上我们是在海外的一线 而且是为世界和平力量 做出贡献的 这支力量真正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让大家近距离地 能够看到他们的风采 我觉得它那个标志 实际上是非常给力的 就是那个帽子 很多人说蓝盔嘛 你会近距离地看到 它那个国际蓝是很漂亮的 在这个阅兵整个的现场 而且它在帽子上面 是有个联合国国徽的标志 同时在它的肩膀上 有一个红色的国旗 我觉得这面国旗 上是我们很多海外的维和部队 他们最值得骄傲 也是最为之奋斗的一面旗帜 因为它代表的 它不是一个军队的一样 代表的是国家 而且我们是作为 中国维和部队的 非常重要的一员 那么在海外重大的这些场合 来执行维和任务 这个本身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是觉得几个数字 确实是相当震撼的 29年39,900多人次 我觉得这个它实际上是 日积月累的付出 最终才会有这样庞大的一个数字 而且我们现在是 联合国常人理事国中 可以说维和部队出动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们在整个联合国 七个维和区 那么包括2500名 现在就有2500名的 这个一线正在奋战的 这样一个中国军人 同时我们还有 8000多人的规模的 一个预备部队 所以整个这个规模 我觉得它说明了 我们中国对于世界和平 做出的贡献 而且这个贡献 它本身 它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 就是好像是和平时期 我是觉得很多的 维和的一线 它就是充满了炮火 各种榴弹 炮弹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地带 而且这里面 我们有中国军人的牺牲 也就是我们是用生命 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 我是觉得这支力量的展示 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请教李先生 其实就在此时此刻 我们依然还有2500名 维和的官兵 在自己的阵地上 在自己的港上上面 那么维和任务 它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联合国自从成立以后 安理会就赋予了 这样一种使命的 就是维持国际和平的 这样一种使命 就由联合国安理会来承担的 那么它就需要有些武装力量 来为整个世界和平 做出必要的这样的工作 那么我们国家 加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虽然是比较晚 而且刚一开始 我们去的时候 也并不是成建制地 投入了我们讲的作战部队 我们更多担负的 都是保障任务 是工程部队 勤务分队 通常也单身 比如说医疗 运输 工程设施建设 等等这样的一种 哪个任务区需要 急造公路了 哪个任务区需要 运输物资了 我们刚一开始 从这样 为整个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提供支持 提供我们的支援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大量的维和观察员 也就是说 我们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也是根据我们承担的使命任务 根据我们对整个世界 维和行动的这种贡献 逐步逐步地熟悉 逐步逐步地增加 逐步逐步地展开 而并不是一蹴就位的 并不是这样一步 就迈到今天这个程度的 总之 在整个维和行动中 我们是在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做出我们自己 作为一个负责人大国的 应有的贡献 没错 其实我们维和观兵的 最美逆行 也为世界所称道 我记得在刚果军 就流行这样一句话 别人因为埃博拉走了 但是中国军人 因为埃博拉病毒来了 是的 我觉得这句话 是让人非常感动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场面 实际上让人是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记 而且我也有很大的一个震撼 原因就是埃博拉 它实际上叫做非洲死神 也就是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那有些国家 它就是选择逃避的 所以很多国家 在往后撤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 像相对于像此而生 这个尤其了不起 而且这些 特别是我们在非洲的 这些医护人员 那我们当时上 我们也并不知道 就什么样的条件 你就是安全吧 没错 它自身是完全不知道 就是我这次去 我还能不能活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巨大的疑问 它是没有自身的一个确信的 但是它能够做到这一步 那我觉得这就是大碍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比如说 再次又爆发的时候 那我们立刻就组织了 就当年我们就是 立刻行动的 就我不仅把 像非洲地区 援助了相关的一些资金 我立马派出了人员 我是觉得这里面 它上都是有很大的凶险的 那么在这次 又一次爆发的时候 我们仍然选择的是 再次向这个疫区进驻 而且我们离这个病毒 区大概就是40公里 那这个危险性仍然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我们现在中国整个维和部队 我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 扮演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请教理先生 维和历史29年 现在截止到2018年 我们派出的维和官兵的数字 是将近4万人 请您为我们解读 这个数字的分量所在 联合国在维和这个问题上呢 既缺人也缺经费 你想刚才李莉老师讲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军人是迎着困难上去了 但是很多在维和行动中呢 就在维和司令部里头 吵架是常有的事情 这个任务区交给谁 那么说我去不了 因为它比较艰苦 比较困难 而在这个任务区呢 比较好 比较安全 我就躲在这儿 那么我们的军人在接受任务 完成任务 迎着困难上这一点 应该讲做的是非常好的 我们的维和官兵 基本上都是赢得了 这我们讲的联合国的勋章 那么它在这里头呢 既表现了我们军队的 一种传统的精神 一种风貌 一种这种人道主义的 这种理性义不容辞的这种责任 那么同时也表现了 我们非常高的军事素质 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维和的 执行维和使命任务上 我们是非常积极 非常负责 而且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在给予有力的支持的同时 其实我们在传播 在传递 我们中国人的和平精神 我们的担当精神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展示呢 它是很必要的 原因在于的就是说 一个国家呢 它在正常那个发展阶段呢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的积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国家安全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国际形象的塑造 也就是你这个国际形象 怎么塑造 它是通过我们 担负国际责任来塑造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国际责任呢 它通过我们有效的 这个展示力量 那么包括呢 有效的展示我们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本身 它就是对中国 整个国际形象的 有效的塑造 咱们现在呢 有些西方国家呢 对于中国 它是有一些形象上的 这种 算是一些 其他的一种说法 那么我觉得 这种形象的 这种正面的表达 它的传递 它靠的就是我们的行动 那我觉得 那非洲埃波勒一线 它就是最好的证明 到底中国是威胁 还是和平力量 还是安全的力量和寄托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的行动 就是我们的形象 实实在在的行动 没错 中国蓝盔在行动 人民海军在远航 今年也是人民海军 成立70周年 护航11年 把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 变成了黄金航岛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如需帮助 请在16频道呼叫我 2008年12月26日 人民海军 派出首批舰艇编队 执行护航任务 开启了我海军 常态随行远航任务的 新纪元 3900多个日日夜夜 33批护航编队 106艘次舰艇 近3万名官兵 执行护航任务 为1200余批 6700余艘中外船舶 提供安全保护 一串串闪光的数字 彰显着人民海军的 使命担当 11年来 人民海军护航编队 先后参加 马航失联客机搜救 为马尔代夫紧急供水 为12艘世界粮食机 画鼠船舶护航 从野门战火中 紧急撤离 683名中国同胞 和279名外国公民 人民海军 在这一历程中 完成了一次又一次 零的突破 在吉布提 有一面海军墙 吉布提港多年来 成为人民海军 护航编队为数不多的 靠岸补给港口之一 几乎每批到港修整的 护航编队 都会在吉布提港口 防护堤上 留下宣传话 这面墙 这些话 无一不是人民海军 走出国门 对外交流的见证 大国海军 向海图墙 国家利益所致 舰艇航机必打 如今国产航母 和新型万吨级驱逐舰下水 人民海军 走向深蓝 不再是梦想 那么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中 人民海军 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又肩负起了 怎样的使命与担当 防武新闻查证在何出 首先请教林女士 其实这次 女兵方队 依然是光彩夺目 而这其中就有 我们的护航女兵 是的 我觉得这种力量的展示 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 你现在的一个 现代国家的军队 那么通常来讲 它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女兵所占的比例 研究在于 就是你比如 在比较早的时候 女兵可能因为 自身的体力的原因 她是没有办法 进入到作战的要素 那么现在 随着大量的女兵 她上不仅是 走上了作战的岗位 而且是承担指挥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的飞行员 那女飞行员 现在已经不是 什么稀奇的事情 是吧 但过去你是觉得 很难想象的 包括战斗机飞行员 那么现在 你包括 我看今年六月份 我们还有女嫂雷手 这个尤其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 你无论从风险的程度 包括她自身的 对于内心心理的要求 她都是非常 可以说高的一种要求 所以我觉得 尤其在这种 高危险的领域 我们女兵都能够担刚 那我觉得 现在女兵 在护航编队里 那应该说她的出现 她实际上是 一个大的趋势 而且未来可能会 越来越多的女兵 走上我们不同的岗位 在这次展示当中 她是涵盖了 各个的军种 包括不同的要素 我觉得这个 她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 新时代的 中国军队的形象 就是这些女兵 她们都是很年轻的 原因就是 你比如说 有的是95后 有的00后 那么这种 我们通常来理解 就是她们应该说 对于自身的美的元素 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于外在的信息的 这种获取的 这种吸引 她上次对外在世界的 这个吸引力 是比较强的 那么她能够 安喻在部队的 这样的环境 能够安喻在我们 这样一些非常危险的 这样一个岗位 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我认为这个选择 本身就是了不起 再加上她们 有这样靓丽的外形 我是看过我们这个训练 不管是哪一支女兵方队 她们展示的 都是非常美的形象 但是在这个美的元素之外 它有力量 我觉得这个是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像很多网友留言一样 是有颜值有担当 而且是极美貌和勇气于一身 没错 是的 下一个问题会比较感性 其实我们通过新闻 通过影视作品 我们的人民海军 在护航在撤侨的时候 往往会让我们 看得热泪盈眶 对 这个感性的问题就是 哪一幕 现在回忆起来 是会让我们专家 当时会眼眶湿润的画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女士 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 也门撤侨的时候 有两个海军拿着枪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牌子 叫做中国海军安全区 我觉得那个确实 让人是非常感慨的 因为过去你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我们可以有 自己的安全区了 就是我们的侨民可以找到 自己的这样一个心灵 包括实际安全的住所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了不起的 您这个词我特别喜欢 是心灵和实际的安全的住所 没错 没错 是全方位的 它是可以投靠的 可以依靠的 是的 李先生 应该说我对国旗 看到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人员 手里拿着国旗 我们护航的商船打出国旗 感谢祖国 作为军人 你看到这种的时候 不愧我是一个中国军人 这种自豪感 这种荣誉感 这种责任感 那个时候是让我 甚至现在 我都想有流泪地给冲动 没错 那是一个无声胜有声的画面 是的 祖国来接你回家 对 而这边只是淡淡地 就是说感谢祖国 看起来是我们生活中 最平常的语言 但是那一刻 它的那个冲击力 它是不一样的 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 到了一个安全区 像刚才李丽老师讲的 我到了一个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是哪来的 是我们中国军人 为我们海外工作同胞提供的 那么这个时候 只有这样的人 他们对祖国 对国旗 对我们人民军队的这种信任 从这一刻 这是让人永生难忘的 我觉得尤其呢 这种感受呢 它在现场 我相信会更直接 原因在于呢 那我们知道 它很多这个渔船 特别是海盗 这个猖獗区域 它是被扣了很久的 那你在特别是 我们当时2012年 解救的那个台湾渔船 蓄浮一号 被扣了570点 大家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你完全自己 未来的前途命运 都是未卜的 然后看到了 我们的海军的旗帜 看到了我们的国旗 那种心情 我相信 它就跟这个 绝处逢生的感觉是一样的 甚至我们可以设想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人家其他国家的 这个海外 都有撤侨的军舰 就我们没有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 尤其在这种 对比的过程当中 我们恐怕对于 祖国的理解更深刻 对于我们整个军事实力 能够保证 我们海外的安全的权益 这个力量的理解会更深刻 李先生 我们前两天节目里面 也探讨了 我们的首速的 两栖攻击舰也下水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 我们新型的 重型的装备入列 对于我们人民海军走出去 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的意义 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的装备的发展 对于我们的远海行动 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们作为军人 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有什么装备 打什么仗 但是远海行动 它毕竟要跨越大洋 那么在这个时候 大型水面战争舰艇 大型综合补给船 这都是我们远海行动 必不可少的设备 近年来 随着我们海军 这种装备的发展 我们在海外 执行多样化军事行动能力 毫无疑问就提高了 就比方说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是以 舰载直升机 作为主要的 我们讲装备来使用的 不管是作战 还是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那么它可以就是在灾区 比方说地震也好 海啸也好 把港口基础设施 道路全部摧毁情况下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现有的港口不能使用 一般的船部无法靠拨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 就可以进行超越登陆的方式 超越这种障碍区 直接在灾区降落 提供救灾物资 接送受难人员 回到我们的船上救治 还有就比方说 我们和平方舟号艺船 我们也是在各个大洋岛巡逸 如果说在哪发生 比如说沿海发生 大的海啸这种灾难的话 或者说有比较大规模的 这种需要救援的话 只要医院船在那 它等于一个三级 假等医院就开到了现场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再配有 相应的直升机运输 那会毫无疑问 会对整个灾区的救援 特别是生命的保证 这个意义是非常小可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民海军的发展 使我们可以更好的 随行海外的 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军队走出去 带去的是和平和安全 也承担着大国的责任 而谦虚的中国军人 更懂得在每一次 联合演习和军事比赛中 学人之长 近日俄罗斯举行了 中部2019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 这是继东方2018之后 中国军队第二次参加 俄军的年度战略演习 中方派出了1600多名官兵 和300多台装备 完成了机动防御 火力打击 全面反击 稳控态势 等四个阶段的演练行动 全面锻炼和提升了部队 跨境投送 境外指挥 联合作战 综合保障等能力 演习也进一步提升了 中俄两军的战略协作水平 而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 2019是我军连续第六年参赛 连续第三年办赛 中国军队通过参加这样的比赛 让更多部队 更多官兵 走向世界舞台 在国际赛场上得到摧火和锻炼 中部2019 中俄海上联合2019 国际军事比赛2019 在这些国际军事比赛中 亮剑的中国军人 在国际练兵场上摸爬滚打的 中国官兵 他们以自身的专业素养 和过硬的意志品格 令世界对中国军人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0月18号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将在中国武汉开幕 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 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 届时将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 近万名现役军人同台竞技 那么随着走出去的步伐 愈发坚定 人民军队又会如何迈出下一步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第一个问题也比较感兴 就是在由我们中国军队参加的 联合军事演习和国际军事比赛里面 哪一次让您印象深刻 李女士 我觉得一个就是中部209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次国际军事比赛 李先生 要说哪个印象最深的话 我只能说第一次 不管是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还是第一次的军事比赛 只要是第一次 对于我们军队来讲 都是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传统的观念 特别是我们国人心目中 我们人民解放军 是一支我们自己 中国人民的军队 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永远是 但是我们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逐步走向世界以后 我们必须要承担很多的国际责任 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 那么我们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这样就有一种开脱性的意义 在这之前 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 可以借鉴 没错 我们甚至在理论上 我们都需要做一些突破 那么每一次我们要走到第一步 对于我们来讲 事情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我们军队而言 都是一种开拓性的一种任务 所以我对每一个第一次 我都非常非常地记忆深刻 即使第一步 第一次是一小步 但它其实都是开拓性的一大步 对 林女士 应该说的 咱们现在确实通过这些年 我们走出去的这个步伐 我们一方面展示了 我们现在的能力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融入了整个目前的 这个国际框架 因为这个框架 它很多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具体的 这种联合的演训来实现的 只有结合到一起 可能很多的文化的元素 军事的元素 可能这种深度的相互学习的元素 才能真正地找到这种节奏 尤其这次这个中部2019 我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呢 就是从我过去的概念里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 一次出动几十架的这种运输机 从各个机场 同时向一个地带集中性的空投 它的组训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俄罗斯它怎么组织的 而且它这个士兵 平时它的演练 是什么样的一个训练 决定了它可以采取这种行动 我觉得这个价值是相当大的 就是它让我们真的有机会 近距离地走进去 就像这本书一样 平时我拿到了 那是拿到了 但是你只有翻开 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你才能知道它的内核在哪 这个比喻很形象 我觉得这个价值是最大的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国际军事比赛 咱们过去觉得 那个水下怎么格斗 但是你看这次在伊朗的赛场 它就是水下格斗 而且你要有水下的潜艇的救生 这种救生可能过去 你一个国家 你有自己的这种经验 但是你看看 其他国家怎么做的 我是觉得 这个近距离地相互的学习 它的价值 它可能比我们读十本书 二十本书还管用 所以它真正走出去以后 实际的这种实战的这种价值 包括相互学习的这种元素 它是让对于提升 一个支军队你的能力 包括国际事业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不知不觉 我们就已经探讨到了 这个走出去这三个字 它深刻的含义 请教李先生 军人出身 海军出身 走出去对于我们中国军队 意味着什么 在传统的观念里头 我们是一种中国人民的军队 这一点永远不变 但是我们需要承担 很多的国际义务 因为我们中国在世界上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们是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我们为整个世界的和平 我们为整个世界 为整个人类的发展 我们要做出 我们应该有的贡献 而我们恰恰走出去 是要通过国际安全合作 来保证整个的世界和平 保证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 也保证我们在海外的国家利益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就是说走出去的意义所在 中国人讲礼尚往来 走出去我们还要请进来 其实很快我们就要做东道主了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林女士 很快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就要在武汉举行了 没错 请教您的展望 我觉得这个军人运动会 它确实是最高的 这个水平的军队的盛事 因为它叫军队的奥运会 就是四年一次 和这个奥运会的节奏是一样的 没错 但是它有专门的军事的项目 而且更能展示 你的个人的单兵的素养 比如说它这里面 有空军的武相 海军的武相 包括像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武相 所以这里面 它对于你整个的 军事素养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的呈现是既有运动员的色彩 又有军人的钢铁的意志 所以它最终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再次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